好这个世聪 刚刚黄仁勋说 挥打是台湾的一部分 台湾是挥打的一部分 但是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没错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这几天 大家应该被黄仁勋的这个消息 大家网路上媒体上 大家都是他的这个每天的行踪 那从他这个还带着这个 我们张忠谋董事长 人生第一次去逛夜市 然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宴请14个供应链的这个大佬聚餐 那他刚才这个访问里面 就是他在餐后做的这个访问 我们跟他说 事实上昨天去的也是灌溉云集 黄仁勋所到之处 真的昨天晚上的话 包括说像广达的高层啊 华硕啊 然后包括和硕 英业达 伟创 然后云达 然后这个中华电信 还有鸿海等等的高层 全部都出去 都过去了 也是只有 大概只有他能够抠到那么多人 那昨天晚上在那个地方的身价 根本是非同小可 那光是这个黄仁勋 一个人的身价就是1000亿美金 1000亿美金的概念 就是我们一年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还要更多 那你更不用讲其他的老板 大家都是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他们讲了非常多 AI的未来的这个发展 包括说在未来AI的发展里面 台湾绝对是重中之重 那其实这可以让我们感觉到 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氛围 我就讲 事实上从这个 这个中国军演开始那一天 原本中国军演应该是设想 让台湾股市跌 就没有 因为什么 因为灰达救起了台湾 另外紧接而来的话 今天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中国要停止ECFA 甚至他对我们很多石化呢 可能都要瞌睡 所以但是你要为什么台湾 其实台湾如果你仔细看 今天的虽然尾盘有跌 但是那是因为MSCI的效应 但是你可以看到 跟这些相关的塑化股 什么其实并没有什么跌 那反过来来说的话 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子 没有过去你只要说 哎要中断ECFA什么 台湾绝对是一个 非常大的利空去反应 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 因为现在变成是两个的作战 一个是ECFA对决AI的这个作战 而且我补充说明 昨天这一团AI台湾队友 十四咖上市贵公司董事长 其中竟然包含台树董事长林建兰 没错没错 台树现在董事长姓林 林建兰 不是王永庆家族 没错没错 林建兰昨天也坐在那里 他坐在AI队 这个不是ECFA队 对因为这两个差距太大 我们必须说了 当然ECFA对台湾经济有帮助 但是有帮助可是如果你要二选一 你就要要么选ECFA这个中国这边 要么就选美国这边的时候 那当然毫无疑问 我们必须我们也可能要选美国这边 为什么因为ECFA你再怎么算 台湾这个整个规模来说的话 有几百亿台币就很了不起了 但是整个这个AI来说 黄仁勋自己讲是个好几兆美元的商机 这个你当然要 当然是要往这边来发展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发展的路来说的话 以目前的状况当然是毫无疑问就跟着美国这样去走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昨天后来很多人都接受访问 包括说像这个佟梓贤 佟梓贤也说了 其实AI会变成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护国群山 好另外一个就是今天 因为今天刚好是鸿海的股东会 那鸿海股东会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新任董事长刘强伟就说 这个AI伺服器呢 大概可以占他的营收 都可以破到一兆台币以上 你就知道哎 鸿海这个六兆的这个公司啊 他营收可以在那一兆 你就知道说这个成长动力 对他是多强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他还要跟鸿海 跟这个辉达来研究发展 所谓的AI机器人的这个系统 主要是for这个工业所使用 所以就打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商机嘛 那今天就有股东问他说 哎我们股价会到500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200 因为现在200都快要到了会到500 那他就说哎我们努力拼看看 所以其实让整个台湾都完全不 你看在过去 这个郭台铭董事长在任的时候 一直没办法到200 可是你看现在 这个我们必须说啦 郭台铭董事长的雄才大力 绝对是比这个刘安伟更厉害 但为什么现在股价反而能到200 那就黄仁勋嘛 就是一个一个大风浪滚起来的一个状况嘛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以今年的第一季来说的话 全球的前十大晶片公司获利 结果没想到统计数字出来的话 这个辉达居然吃了40%的这个获利 都在他身上 当然啦对辉达来说不见得是没有利空啦 我必须跟他讲 今天在这个美股的时候 这个这个昨天美股的时候 后来辉达跌了3%多 主要原因是因为有新的最新的传言是 美国准备呢 对这个辉达输到中东的晶片 不只是辉达AMD Intel 他们要管制 那为什么要管制 因为目前为止 他们美国美国一直在封锁中国的AI晶片 可是你为什么还可以拿到 所以他们现在怀疑是 会不会透过中东的方式 运到中国去 不是怀疑就对对没错 那当然美国可能会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之下 美国封中国封的越紧 然后这个包括说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在连伸的讲 台湾好棒棒好棒棒的时候 外资就没在怕嘛 外资你看今年也是大买超台股 美国总统都说要靠在台湾这边 然后又有AI的这个商机 所以我觉得今年对台湾来说 真的是这个非常好机会的一年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